12月1日消息 今年4月 小米13欧彻鞋小米平板6系列一同发布 最新消息显示 小米将延续这一发布策略 据博主爱数码闲聊战今日爆料 小米新款平板搭载骁龙8GEN两处理器 将与搭载骁龙8GEN3小米影像旗舰一同登场 结合此前的爆料来看 这两款产品预计分别为 小米平板7系列和小米14欧彻手机 该博主透露 这款平板配备144Hz高刷屏 50MP双摄 67万90万双新大电池 加加四扬声器 加更完整的多端新系统 此外 小米新款平板开了骁龙8GEN3 明年有可能发布 小米平板6采用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搭载骁龙870处理器 配备11英寸LCD显示屏 分辨率为2880x1800 支持最高144Hz刷新率 配备8840M电池及33万块充 后置13MP主摄 小米平板6Pro同样采用全金属一体化机身 处理器升级为骁龙8家 屏幕参数与标准版一致 此外 该产品配备8600M电池及67万秒充 后置主摄为50MP1除以2.76 1.28微米融合像素 1.28微米融合像素 1.28微米融合像素